大家好,歡迎收看日本旅遊特輯 好消息,日本終於整理開放自由行 今集我們會為大家介紹名古屋大水商店街 和朋友一起體驗名古屋的魅力 Let's go 來到日本名古屋 大水商店街是必須到訪的地方 大水商店街並不是只有一條街 而是整個區域的通稱 據說由江湖時代就開始繁榮起来 大家最愛的藥妝 電器 雜貨 服飾等等都可以找到 在日本都被稱呼為日本第一活力商店街 整體來說 大水商店街的感覺充滿親民的氣息 商店有超過1200間 數量非常多 不理男女老少 不分膚色國籍 這裏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外國人商店 雖然在名古屋 但接觸到不同國家的文化 時尚和美食 充滿多國籍風情的街道 大水的有一個巨大魅力 大水商店街竟然都有這一間Alice on Wednesday 這個是被網友稱為來日本必行的飾品店 全日本只有三間 分別在名古屋大水 還有東京和大阪心齋橋 店裏的商品 全部都跟愛麗絲母牛仙境有關 非常之美 而且店外觀的造型也很有趣 而且店外觀的造型也很有趣 整排的大門 但是真正的門口只是得很小的一個 還要彎著才可以進入 今天的日本旅遊特色就來到這裏 記得訂閱和按LIKE我們影片 拜拜 拜拜